来看由中天新闻跟金周刊共同推出的东斜大药镜系列报道 今天告诉大家什么呢 现在全世界最热门的金融叫做伊斯兰金融 为什么呢 主要就是因为伊斯兰金融他们不收放利息 采用跟客户合作的方式来投资 而有六成回教徒的马来西亚就占了人和之变 是仅次于中东国家全球第二大的伊斯兰金融资产管理国 那当地的政府鼓励伊斯兰金融发展 就是希望能够吸引庞大的中东资金 力薄要升成为金融大国 在马来西亚街头这样的招牌处处可见 伊斯兰银行很多人诈听亚裔 因为它不收放利息 却可以成为世界金融界的新宠儿 在马来西亚伊斯兰银行虽然不是占绝大多数 但是伊斯兰金融在当地市场每年都有20%的成长率 拥有庞大中东石油财富的穆斯林 强劲投资需求 是马来西亚政府极力发展伊斯兰银行的原因 只是伊斯兰教育中主张勤劳致富 因此伊斯兰银行不准收取支付不老而获的利息 但想当然而无利可图的生意哪有人肯做 如果模拟这个药品到现场是要怎么做 马来西亚前三大药厂台商永信制药东南亚总裁李芳信拿督 为了扩厂他曾经和伊斯兰银行合作 一句话揭开银行赚钱的秘密 伊斯兰银行契约书后后一大本 白子黑字写得很清楚 银行和客户的关系不是借贷 是合作伙伴 等于银行和客户合资组成一个股份之企业 双方按比例分红 甚至可以约定客户最后收购银行持有股份 银行获利退场 简单来说伊斯兰银行与客户共享收益及损失 受限交易不能投资赌博猪肉等产业 而一般银行则收取固定利息 稳赚不赔 当然也投资高利息高风险的金融衍生产品 也就难免容易受到影响 这也是为什么2008年金融海啸 伊斯兰银行几乎毫髮无伤 靠的就是重视实业安全性高 也六成伊斯兰教徒的马来西亚战人和之变 是仅次于中东国家全球第二大伊斯兰金融资产管理国 在东南亚国家中伊斯兰金融法规制度最健全 也是发行伊斯兰债券最大国家 1996年以来全球发行的410亿美元伊斯兰债券 其中有300亿美元是在马来西亚安排或发行 马来西亚在发展伊斯兰金融已经抢先东协各国占有优势 而且和东协各国比较 相邻的印度尼西亚虽然是全球最大的穆斯林国家 但法律体系对伊斯兰投资者并不特别友好 新加坡作为国际金融中心 虽然有不错的口碑和知名度 但穆斯林人口只占极少数 马来西亚靠着先天良好后天努力 拥有最好发展伊斯兰金融的条件 政府也鼓励人民和伊斯兰银行多多合作 那他有一些优惠的政策 但这个优惠政策不是对我台商 对我作药或是我对外国人 不不不 你任何人跟穆斯林一样借钱 政府都有一个比较一点点的优惠 促进伊斯兰金融 马来西亚政府打的主意是成为伊斯兰金融中心 根据估计 目前伊斯兰金融的资产规模 接近1.2到1.3兆美元 占世界金融资产总额的1%到2左右 虽然相对规模仍然不算大 但每年至少增长10% 是近年全球金融增长最快部分 马来西亚希望借此打开外国金融资本大门 力博跃升东协金融大国